如果你关注过今年夏天没得中国型的话,你会发现除了他心爱的妻子,哈斯勒姆是陪伴他最多的一个人,而纵观维德的职业生涯,同样是哈斯勒姆,陪伴他度过了绝大部分的岁月,有优时几赛,携手走过,彼此之间的情谊早已超越了赛场。 我们总是将离德设为迈埃密热火的对魂和象征,这并没有错,但不要忘了哈斯勒姆同样是球队的精神领袖,尽管他当年只是一个落选秀,双方是迈埃密热火共同的精神支柱和宝贵财富。 最近热火总裁帕特莱利也表示,希望将他们两个尽快带回球队,一个是守了第五顺位的球队基石,一个是失忆的落选秀。 就是这样两个起点派若云移的球员共同活成了球队的传奇,并成为了彼此最好的依靠。 没有之一,02年落选之后,哈斯勒姆前往法国打球,03年凭借自己努力回到NBA加盟热火。 机缘巧和携手进入NBA的两人共同创造了同年进入联盟,为同一支球队争战时间最强的记录。 当白金以带着三人组成震惊联盟的三巨头时,球队新资状况,让热火无法留下哈斯勒姆。 而韦德说服了其他两位兄弟,三人共同降息,得以让哈斯勒姆继续热火生涯。 尽管只是一个角色球员,但是哈斯勒姆的强硬的球风和坚韧的意志对于球队的加成,远远高于数据的显示。 你不在我身边,可深情仍在,我们之前曾期待韦德和哈斯勒姆能够一直携手在热火的岁月,但是事事难了,在韦德离开热火的那段时光,哈斯勒姆成为球队的精神领袖。 他也不止一次的表示,希望自己的兄弟能够回到身边,在以对手身份比赛后,两人会拥抱质义,交换球衣,短暂的分别,让相聚更加珍贵。 兜兜转转后,韦德重新回到了属于他的城市,我想热火队中最开心,的莫过于哈斯勒姆。 中剧意味着很多,如今我正在一座陌生,遥远的城市继续求学,想起过往,面积老友,无时无刻不在,盼望着早日重聚。 那天偶然间看到,2015年韦德中国行的一个采访视频,主持人问道,谁是你在NBA最好的搭档? 我想到多数球迷认为韦德的答案会是詹姆斯。 但韦德斯考片刻,说出了尤多尼斯·哈斯勒姆,詹姆斯可能是韦德球场上最默契、信任的队友。 哈斯勒姆却是最好的搭档,我们喜欢在NBA谈论忠诚。 当你想到哈斯勒姆一直为热火效力15年时,你会赞叹他的忠诚。 当你想到在韦德韦热火效力13赛后无奈离开时,你会感叹他的忠诚被球队辜负。 我们喜欢关于忠诚的故事,可是身处NBA的韦德以及很多球员,都早已看透了这个命题。 当韦德面对如何看待忠诚的问题时,他认为对于自己而言,忠诚和体育是无法共存的。 就像流河水一样互不相容,韦德心中的忠诚,类似于把他和哈斯勒姆联系起来的那个纽带。 在韦德看来家人、智友之间才存在忠诚,而他和哈斯勒姆就是如此。 所谓生命就靠自身无法被完整创造出来,生命自有缺陷,需要他人来填满。 而韦德和哈斯勒姆都因为对方的出现,和陪伴着彼此的生命更加的精彩。 职业生涯觉得多数时光都相互陪伴的两人,共同进入NBA,以及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携手告别这个舞台。 希望那一天玩点来。